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细细的小孔 刺入人体后 小孔上的空气还会持续进入体内 给伤口造成二次破坏 三面利刃三面血草刀 深经过特殊处理 能轻易刺穿防刺服 穿透两个成年人的胸膛 锋利程度让它在国际上威名远扬 是公认的最毒君子 另外三棱造成的伤口是方形窟窿 很难包扎愈合 三面血草用来放血 如果不在短时间内接受治疗 很容易导致失血过多而死 致死率非常高 所以它在战场上是被禁用的 这把武器 曾一度让很多越南士兵心惊胆寒 第九爪子刀 它被称为近战之王 制作灵感来自于老虎爪子 所以外形酷似老虎的利招 相信男人们对这把刀都十分熟悉 因为只要是关于武器的游戏 基本都有它的身影 由于身形小巧 很容易被人隐藏于手心或暗袖 当生命受到威胁时 只需要翻转手腕就能快速出击 弯月般的造型 一旦刺入人体 造成的伤害比一般匕首严重 所以它被许多国家禁止使用 但在它的原产地 它并不是作为杀伤武器存在 而是作为一种农耕用具 用来割断植物根莖的 它没有刀鞘或皮带 可以折叠起来隐藏刀刃 甚至可以和钥匙挂在一起 佩戴起来毫无违和感 使用实时纸套 在刀柄的圆环里 既可以正握又可以反握 在电影战狼中 无精用的就是这把刀 体型小异于携带且操作 会更灵活 切割能力强一刀下去 血肉横飞 在近战领域里 千万不能被使用爪子刀的人沾上 因为它可以在和敌人接触的瞬间 就造成相当大的伤口 可以说是一把非常致命的武器 第八指火 它被称为指尖上的猛虎 还被叫为铁拳铁莲花等 是斗殴的必备武器 传统的直虎由四个小铁环连接制成 分别穿过手指佩戴 看似小巧项装饰实际上威力巨大 如果说用拳头的暴击率是10% 那戴上直虎的拳头 就是100%暴击 为了提升威力 甚至有人将直虎前端焊接了锚钉 可以轻易击穿铁皮 如果人体被直虎击中最少也是轻伤 打中骨头更是轻轻松松就能骨折 如果再碰到个更狠点的可能就没了 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常见的直虎分为两种 一种是掌心处有个类似耳朵形的开口 另一种则是没有的 两种之间的破坏力 有着很大的差 别攻击时被击中目标承受的力道 与攻击者本身所承受的力道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 攻击时的力道也会同样反弹到带着直虎的手上 如果握把上右耳形开口 攻击时产生的反作用力 就可以通过手腕手臂来吸收 而没有这个构造的直虎 反冲的力道几乎全部由手指承受 自己也会相当痛苦 这会严重影响到攻击的效果 第七绳标 它是软器械之王 也被称为暗器之王 在古代绳标属于偷袭武器 在江湖中广泛使用 最早的绳标 由一条绳子和一个重物组成 是古代练武高手根据红鹰枪改造而来 枪场不易携带 所以就引去枪杆 用长绳代替 枪头系在绳子的异端 可以通过绕在手臂 或用腿上旋转增加惯性 快速射出 它可以在多种环境中使用 灵活性使它成为一种十分有效的武器 命中率较高 可以用来近距离攻击 也可以用来远距离攻击 影视剧中 往往会在身上缠很多活套 来达到动作漂亮的目的 但真实的发飙过程 往往是千军一发才能取胜 敌人不会给你 那么多时间做花哨的动作 第六蝴蝶刀 它被称为刀戒五娘 每一次出场都很华丽 海扁 往里 超杀女 使用的武器就是它 华丽隐蔽又不施杀伤力 一刀毙命 那就是蝴蝶刀的美丽 三十年前的香港赌场里 发哥在胡牌前总也要甩甩刀 蝴蝶刀主要玩的是花式 属于手指极限运动 虽然被称为是最致命的格斗体系 但真正用于格斗 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专业训 练甩刀不仅要手灵活 眼睛也要灵活 蝴蝶刀完全消除了对刀鞘的需求 它可以方便安全地收为一半的长度 刀饼有着双重作用 即使刀鞘 也可以通过旋转组成一个坚固的手柄 不过虽然它的使用花哨 但威力可不一般 在菲律宾传说中 一位勇士曾用它杀了29个敌人 这足以说明在历史的引进中 蝴蝶刀的杀伤力只增不减 第五散兵刀 它被称为雄鹰的力掌 一侧刃被设计成勾勾 可以加强切割绳索的力度 对战时也可以用来刮开敌人的颈脖子 另一侧刃可以进行简单的劈合砍 它采用了最好的合金钢制成 即使不保养也不会生锈 而且非常坚固 虽然很轻 但配合一些重物 进行简单的劈砍也是没问题的 更重要的是它造型小巧方便携带 对于背负着沉重行李的人来说 这简直是福音 升级过的刀还安有指南针 墨道石等配件 这些配件巧妙地组合在了刀的各个部位 比如说指南针就被设计在刀柄底部 基本上可以满足野外求生的大部分功效 荒野求生李的背野使用的就是它 第四狼牙斧 这个武器由狼牙棒延伸而来 一旦挥舞下去就能轻松要了敌人狗命 狼牙棒经常在电影电视剧里出现 但狼牙斧不常见 与狼牙棒不同的是前身是斧子的形态 斧子上有铁钉 随便怎样挥舞都可以伤人呢 非常具有杀伤力 狼牙斧之所以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技法有很多 像披萨和盖这些都是小意思 冲结 懒疗带这些技法都可以运用在作战中 谁要是被这东西一顿锤 那可吃不消 再加上它长得比较令人害怕 一般出现就会给人很大的震慑作用 所以狼牙棒也一直被应用在战场上 成了必不可少的武器 但是这种武器对使用者要求比较高 因为自身重量比较大 所以想拿起这狼牙斧并能灵活挥舞 它臂力一定得很好才行 现代版的狼牙斧的可恶之处 不在于盾机破甲威力 反而是在于穿自己砍伤的威力 只要对手被击中 后果是可怕的第三现代复合弓 它能把防暴盾射穿 科技除了给它酷炫的外表外 也让它的精准度提高了很多 如果说每列是冲锋枪 那么复合弓就是狙击枪 现代复合弓 被分为竞技复合和狩猎复合两种 前者更多的是用于体育竞赛 而后者则是追求的是实用性 因为复合弓的构造 是所有弓箭中最独特的 它没有弓烧这个部分 取而代之的是两个轮轴组 这样的设计 你只需15磅的拉力就拉满弓 更省力也能更稳定地射出剑制 复合弓所用的剑制 一般是以碳速剑杆塑胶剑语为主 为了提高射击精准度 它的描具也非常的特别 一个描具多个准心 对应的射具也从上往下逐渐增大 有效地提高了射手的射击精确度 更是将射击精度提高到了恐怖的程度 第二拐杖剑 它是最内敛霸气的兵器 入鞘式拐出鞘式剑 其形制与如今的手杖类似 手柄有直柄与驱柄 它其实早在中国的汉代时期 就已经被人所应用于防身所用 西吾者可做棍使 也可以做刀剑挥舞携带方便 拐杖剑一般不在战场上使用 现在也逐渐变成一种工艺品 但仍然是一件隐蔽性非常好的防身利器 也是馈赠亲友的佳品 即使不出鞘 拐杖也能用棍法攻击和防身 当棍被人控制时候 剑照样能拔出 毫无影响 使用方法灵活多变 纸上击下防左击右 打前出后一招接一招 一招落空即进招 长颜盗棍打千变功夫剑 刀剑长练灵活变 棍刀剑法混按刀遇到强手险技艺 所以它被称为现代冷兵器之一 第一投掷飞斧 这东西斧饼较短长相奇特 拥有多片不规则刀刃 该冷兵器通常采用投掷的方式 一斧飞出去只要击中绝无生还的可能 飞斧款式多形状各异 杀伤力也不同 在北美有一款叫烟斗斧的飞斧 形状如烟斗 能在30米内击毙敌人 在北欧是双头斧 因其形如蝙蝠 所以也叫蝙蝠斧 这种斧的斧头沉重 投出去之后 斧头向下坠落 只要砸到就受不了 而非洲飞斧 则是斧头和斧饼 由一个圆盘相连 圆盘中空边缘有孔 投出去后会发出的声音 就算砸不着也吓人 古埃及飞斧 则是用青铜铸成 投之后锤直选转机重鼻伤 而维京飞斧是维京海盗使用的 所以杀伤力比较强 投出去能砸碎盾牌 在我国是一款驱饼飞斧 由青铜制造 俯身弯曲成V字形 俯身还涂有毒药 打中必敌 没打中飞回 接着打直到打中为止 看完以上十个冷兵 气你觉得哪个才是兵器之王呢 评论区告诉我 你还知道哪个厉害而不常见的武器呢 我是暗兵树甲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